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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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这对年轻的夫妻带着两个幼小的孩子要回江西吉安 也得坐上八个多小时的火车 在火车上 这这么小的孩子要怎么照顾 拼了一年的人们踏上回家的路程 托儿带女 大包小包 每个人都满怀希望归心四肩 旅途中的疲惯 旅逃避充断不了他们回家的喜悦 要回家了 回家的心情怎么样 肯定高兴了 一年回家一次嘛 感觉心情特别好嘛 毕竟回家过年 有钱没钱都要回家过年嘛 所以您只是买到了站票 但是还是挺高兴的 对对对 心情快乐嘛 回家就肯定是快乐的嘛 就是希望安检啊 可以快一点 就后车这方面吧 应该是就急贯服务可以更好一点 如果等了久的话可以免费有松野水啊这些的 春运的大幕拉开了 我们的互动平台上 也有不少已经返乡或者正打算返乡的网友们 来听听他们是怎么说的 我坐了二十几个小时的火车 从县门回到长春 一路上觉得特别兴奋 路途中也还算好走 进站出站都特别顺利 回到家见到爸爸妈妈 还有全家人特别特别的满足 我上网上了几次票 最后终于还是抢到了 过几天就要回四川到家了 感觉今年春运铁路的服务还是有所提升的 现在在网上购票 都可以直接用微信还有支付宝支付 比起之前快了很多 好的 感谢以上网友的留言 我们上次休息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十分关注 今年春运 厦门铁路枢纽仍然是两个站点 共同树运旅客 其中厦门站共开行图定旅客列车62队 分别为朴速列车15队 动车组列车47队 较去年同比增加始发动车5队 厦门北站共开行办理客运业务动车组列车 图定始发58队 京亭动车157列 较去年同比减少图定始发动车12队 增加京亭动车20列 节前春运 学生客流和物工客流相对分开 给厦门铁路的乘降组织带来了有利条件 而厦门铁路两个站点合理区分运输功能 精心进行旅客进出站的引导安排 更是让返乡的旅客们有了更多的安全感 幸福感和获得感 今年春运位于岛外的厦门北站增加了一条新式进站通道 那就是地铁一号线开通之后 厦门北站的北进站口同步开放 与地铁实线无缝衔接 准备返乡的旅客杨先生这次就是乘坐地铁 从岛内来到厦门北站的 杨先生说 往年他都是乘坐BRT或者打车来北站 时间上不好估算 而这一次乘坐地铁 他再也不用担心因为堵车耽误行程了 感觉时间上比较可控吧 因为时间是比较固定的 时间比较好计算 路上没有堵车的情况 让杨先生地铁高铁无缝换乘的旅程感到特别舒心的 还有一路上清晰的指示牌 一出地铁站的闸口就能看到指向厦门北站的标志 旅客们从出地铁站到进入厦门北站的过程没有障碍 而实际上这一份顺畅 离不开厦门北站的工作人员精心的安排 我们这个引导接受都是很丰富的 这个墙面上的地面上的都有 如果说你进了站以后或者到站以后 仔细观察一下边站的墙壁上 行眼的地方或者说地面上都有这些引导标识 非常容易的 我们厦门北站同时取用了这个北广场 北京站口进行了这个无缝对接 也就是说坐地铁过来乘坐动车的旅客 出了地铁站后直接坐胡梯上来到北京站口进站乘车 那坐动车到北站要回这个厦门岛内的旅客呢 可以直接从北出站口到地铁北站坐地铁回去 这个缓解了这个压力 春运期间厦门北站仍然主要承担大量长途动车高铁列车的运输任务 客流量高于岛内的厦门火车站 这条进站新通道则会让厦门北站的进站能力 每小时增加1500人次 极大的缓解了厦门北站南进站口的客流压力 成了客流高峰期里旅客安全有序进出厦门北站的新保障 不过厦门北站的值班站长郭延明说 今年春运期间厦门北站旅客乘降组织更大的压力 则来自于过站驚停的动车数量太多 列车停告时间又都只有一分多钟 如果太早检票让旅客下到站台等候 会有不小的安全隐患 而如果检票时间过晚又容易耽误旅客的行程 因此根据列车的倒发时间判断旅客检票时间 打好时间差组织乘车旅客有序进站 做好站台上的安全防护 这迎送每一趟列车的一系列流程都是不小的挑战 所有的十台验证仪都是开展的是双验双检 也就是两个验证员 然后安检也是双人验的 这些客流大的车次 我们会提前的 尽量提前的把旅客放到站台上去 放到车上去 然后有时候双开口 比如说我们这边六号七号就对的 对的七号八号这种口子双开 而在增加人员 打开人工通道会比较快一点 相比厦门北站 岛内的厦门火车站在今年春运期间 主要承担的是朴素列车 以及乘继动车的运输任务 虽然旅客总量比厦门北站略少 但由于站防后车能力有限 因此厦门火车站的乘降组织压力远大于厦门北站 春运期间厦门站继续实行分口进站的模式 朴素列车的旅客从南京站口进站 动车旅客从北京站口进站 春运期间厦门站的客运值班员 崔佳佳的工作范围要从站内延伸到站外 朴素列车的话我们还是采取像去年一样 大部分旅客集中在市外 在火车站的小广场 南广场和北广场进行这样的分流组织放客 一是我们的后车区域的话 大家也看到的是相对比较小的 二是的话一个春运来的话 这样朴素列车每一趟的人客流是急剧增加的 都是上千人的 这样大客流是必须要外边和那边要互相对应的 互相连接起来才能好组织放客 春运车票的话 表面上会写 如果是普通列车的话 火车的旅客的话 表面上是从南进站口进站的字样的话 那大家的话就自觉的就从南边进了 那我们北边的话主要是引导的是动车流 铁路春运的路上客流量大 尤其是跟随父母返乡的应幼儿多 厦门站和厦门北站进站口提供快速进站绿色通道 方便重点旅客应幼儿及其随行人员快速进站 而在车站内也进一步优化了换乘流线 完善便捷换乘设施和引导标志 让旅客的换乘更加安全顺畅 我是觉得带孩子回来意识东西多 然后小孩子到了站台之后的话 真的是危险的系数是很大的 所以说这一方面的话 希望就是旅客们要一定要注意一下 自身的人身安全和一些小朋友的人身安全 一年比一年高的春运客流 一年比一年多的列车班次 确实需要铁路方面 想更多的好办法 观照更多的细节 来让旅客的返乡路途 有更多美好的获得感 我们再来看一看互动平台上 网友们的留言 近年春运 夏美火车站 夏美北站的站点 配套设施越来越齐全了 站内的后车沿道也更加有序 高铁列车上还可以有互联网点菜的服务 这些都能给我们的旅途 带来更为新的体验 让我们觉得婚嫁的路途 似乎没有那么漫长 我觉得只要铁路部门 把车子安排合理 把旅客进出站的秩序组织好 再提供一些便民服务 我想过年回家的路 应该会是很顺畅的 好的 感谢以上网友的留言 我们稍时休息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十分关注 在刚刚过去的2017年 我国的高铁路网 进一步呈善面拓展 全国铁路运营里程 达到了12.7万公里 其中高铁2.5万公里 占世界高铁总量的66.3% 同时 我国铁路技术标准和装备水平 也不断大幅提升 这些都给2018年铁路春运的运营环境改善 带来了坚实的助力 今年春运 厦门铁路枢纽两个站点 每日共开行旅客列车279列 较去年相比增加了39列 运能增长16.25% 厦门往郑州 贵阳 南昌 重庆等热门方向的春运压力 得到了重点改善 在厦门务工的张先生 今年又要回贵州老家过年了 和往年不同的是 今年他返向的路顺畅了很多 因为他买到了动车车票 只需要10个半小时就能到家 再也不用像往年那样 坐30几个小时的朴素列车 或者大巴回家过年了 以前是坐那种车嘛 然后就坐那个大巴 现在又坐这个 快差不多20个小时左右 买到了回家的动车票 张先生一直说是自己今年运气好 实际上经过2017年 铁路路网的进一步发展 今年春运 厦门铁路往我国 西南 中原等方向的运力大大增加 往年这些热门方向 一票难求的情况 有了较大程度的缓解 我们对开往重庆的动车 汉口的动车 还有南昌 深圳方向的动车 我们还采取了就是 加挂 就是重连的方式 比如讲原来我们是8街车厢 我们现在赶16街 这也相当于运能的翻倍 我们大约就是 这个方向 这些的投入的话 这个也是能力倍增 今年整个我们始发动车 也增加了三十几趟 过去是一票难求 就是无座你都买不到 现在的话 基本上从我查询的情况看 从我们票物反应情况看 就是说你即使在最高峰的12号 13号 你假如说一定要赶回家的话 那无座票还是买得到的 这个在过去是完全不一样 作为厦门火车站分管客运的副站长 郑建德说 几年来他最不忍心看到的就是 大年28 29的时候 旅客们提着行李匆匆赶到火车站 却买不到回家的车票 而在今年春运前 厦门北洞车所全部投用运营 这也让郑建德稍微松了一口气 因为这意味着厦门铁路的运能得以进一步释放 厦门北洞车所开通以后 对我们运能的保障 也是有一个比较大的提升 因为它这个洞车所投用以后 我们就是存储车的能力加大了 还有检修车的能力加大了 这样子我们这个就是我们始发的能力就加大了 撇开一连串客运数字的目标 在郑建德心中 他对厦门铁路今年春运最大的期待 就是让旅客感受更多的美好 这种美好使旅客更容易买到车票 更顺畅地进站后车 也更舒适地享受返向的旅程 今年春运由我国自主研发的复兴号动车组 正式参与运输 旅客从厦门北站前往上海红桥 就有机会坐上复兴号 体验更加温馨的车厢环境 铁路春运中的美好也来自社会各界的携手努力 今年春运60名武警官兵100多名志愿者 将持续在厦门铁路两个站点参与服务保障 而城市各类公交配套上的联动 更是让旅客回家的路途走得从容自在 现在厦门就是我们火车站周边的公交配套相对还是比较完善 跟前些年比已经有很大的提升了 这个直接就体现在就是说我们的旅客不会很过早地来车站 因为整个交通保障比较有力 它就可以比较有计划地到车站 不像过去有的甚至提前一天半天就到车站 这种情况已经很少发生了 在全社会各方面的努力 包括我们旅客的支持 政府的支持 公交系统支持 我感觉就是我们的春运 确实我自己切身的感受 一年比一年 就是变得更好了 我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顺顺利利 平平安安的就这样的到家 能够好好的过一个团圆的年吧 作为老百姓春节回家的头号交通工具 铁路每一年都要接受春运的大考 而经过多年的历练 厦门铁路也逐步摸索出了一系列应对春运的经验 让新一年春运铁路售票运输数据再次刷新 而这几年来 铁路运力的快速提升 新时代的春运不断旧冒换新颜 也改变着民众过年回家的方式 归家的时间成本减少了 春节团聚的幸福指数增加了 如今旅客走得了已经不成问题 接下来如何让大家走得好 让更多旅客拥有幸福感与获得感 才是努力的方向 我们也坚信在相关部门的共同努力下 老百姓们回家的路一定会走得越来越舒心 温馨放心 好的 再次感谢今天在互动平台上参与讨论的网友 也请大家继续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登陆厦门广播电视集团 官方微信和看厦门APP 与我们展开互动 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 我是朱月 我们下期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